中国的经济发展越来越快 很多人都希望能够打入中国的市场 特别是说我们文学作品 有没有这个机会打入中国市场呢 可能很多朋友想起都难上加难 但你们知不知道原来在2017年 中国小说排行榜当中 头25位的其中一部作品 就是来自我们加拿大的华人女作家 并且这个排行榜上面 也是排在中篇小说的头10位 今天我们很开心 可以请到这位加拿大女作家曾晓文 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和我们聊聊天 有请曾晓文 晓文你好 你好谢谢 首先要非常地恭喜你 这部的作品能够入围 这个小说排行榜的前25名 而且是中篇小说的前10名 非常棒 那么你能介绍一下这部作品吗 叫《京城》对不对 是这是一部中篇小说 它其实讲的就是一个现代版的 在名利场的幻灭的故事 它是以这个上世纪90年代 纽约唐人街为背景 讲的主要是一对跨国裔夫妇的经历 男主角是一个白人的大律师 女主角是移民到美国的 一位华裔的女子 那他们在这个偷渡的大潮中 就和这个偷渡皇后合手 他们一起合作 就造假为非法移民 申请政治庇护 就是开始疯狂的敛财 就赚下了很多百万的家产 但后来他们进了监狱 被判刑 就是这样一个故事 到最后就是人才两空吧 这是一个真人真事吗 还是就真的是我们说小说 很多时候都是这个虚构出来的 那这个是一个故事是真实的吗 是以真实的故事为背景 当然要有一些技术的加工 和艺术的加工 那这部的作品呢叫金城 金色的金 然后呢就尘土的尘 首先呢就说 为什么你人在加拿大呀 然后为什么会 那个故事的背景 会在美国的纽约呢 说起来就话长了 因为我是在1994年底 是先去美国 后来在美国读书 也去过纽约很多次 有一次呢在唐人街 走路的时候 正好就碰到这个 这个偷渡皇后 她其实是一个 非常其貌不扬的 一个中年妇女 当时就是那么惊鸿一瞥啊 就给我留下一个 很深的印象 到14年的时候 我在网上就看到 一则新闻就说 这个偷渡皇后 她是在被美国联邦 判了三十几年监禁的时候 在德克萨斯的监狱里去世了 那她把她的这个 尸体运回到唐人街之后呢 唐人街是万人空巷 为她送葬 这么夸张 是就是说当时的气派是连美国总统去世的气派都没有这样 就那这个新闻就立刻引发了我的灵感 就让我回想起当年在路上碰到她的这样的场景 当时就当时想就想这样一个复杂的人物真的是很值得书写 就当时你是真的在街上偶遇她 是 然后你就认得她的样子 是 那是二十几年前见过一面 明白 那您的这部作品啊 《京城》 那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构思 让你突然会有这个感觉 我要写一篇这样的一个作品呢 我是就是看了这个新闻之后 我开始构思 然后搜集了一些资料嘛 到16年的时候开始写 其实也是断断续续都是业余时间写了 大概就写了不到半年的这样的时间吧 因为是一个中篇小说 然后就完成了这部作品叫《京城》 其实对于这部作品呢 我自己还有很多很多的就想了解的 不过这个时候呢 我相信呢电视机前的朋友呢 会更加首先想了解你本人 当时呢就是我们在录影之前 我也觉得你真的是一个传奇女子啊 就是从中国然后一直到了美国 旅居了那么多年 最后就定居来了多伦多 然后最重要的是 您给人的感觉就是一个文学作家 你当然这是你其中的一份的工作 但你另外的一份工作呢 又是做这个IT 就跟电脑有关的 然后一个文科一个理科 我觉得完全就是就本来是不相干的两个事情 都被你融合得非常好 那好这个时候呢首先从你从哪儿来开始 我是我一直常常开玩笑说我是过双重生活嘛 是白天的IT人 因为我是在这个加拿大的一家建筑管理公司 做IT总监 然后晚上呢就是坚持写作 这么多年来也没有间断 所以我是晚上就比较注重虚构和情绪 白天呢就是很清晰很理性 但是因为我想我的这个生活轨迹和很多新移民的生活轨迹 没有很大的不同 因为大家都要为生存为发展 但同时我们内心还有一些诉求想表达 那就通过文学来宣泄 通过文字 真的所以你也能就做到了 我在了解你的资料的时候呢 我就看到其实你在中国的时候 你的祖籍是湖南对不对 出生于黑龙江 在黑龙江出生一个很冷的地方 然后后来呢你是在南开大学读完书 是在南开大学读的中文系的学士和硕士 那你真的是我的前辈的前辈了 不敢讲 你是说我是祖母籍是不是 因为我自己也是读这个中文系的 但是对后来当然我就没有这个文学创作的素质 但是我是喜欢阅读 其实素质大家都有 只是我觉得才华很重要 但坚持也很重要 坚持非常重要 对 然后你后来就北京生活了 然后就这个南开大学毕业以后呢 为什么会选择去了美国呢 当时什么契机 对当时在90年的时候 我想我你们可能不太知道 但是那时候我很受一首歌的影响 影响就是齐琴的一首歌 说外面的世界很精彩 外面的世界很无奈 外面的世界很无奈 所以那时候就很想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阅人无数 我想那时候抱着很多浪漫的梦想 而且对美国梦的那样一种追求 也是那个时代很多华人的对一种向往吧 然后你就去那儿读书了 是 你去美国了后来又读书了 为什么呢 因为当时坦率讲就是做文学专业很难 有一个生存的这个 就只能是兴趣爱好 对只能是很难谋生嘛 当时就学了一个电脑专业的硕士 所以当时就是一读 就读了电脑的硕士 这个分别好大 你选科的时候 当时有没有想 我在国内是读文科的 然后一跳到美国 而且是完全英文的状态之下去学习 然后就学IT了 怎么样可以那么棒呢 是我在读中学的时候 数学还蛮不错的 太好了 就自称左右脑还比较发达 发展的比较平衡吧 我完全能感受出了 然后呢 后来就读了这个专业了 对 毕业之后就在美国工作了一段时间 后来就移民加拿大 你在美国好像有九年的时间 是 那后来也是因为什么 而突然又来了加拿大呢 因为九年不长又不短 而且就很稳定了 我觉得在一个地方生活九年 然后后来为什么又来了加拿大呢 是 这个我要给你留一个悬念 因为我的有一本 我的长篇小说叫 梦断德克萨斯 它是一个半自传题的作品了 如果你想知道 我为什么来了加拿大呢 可以去读读这个作品 好 这个一定要读 为什么呢 一听到了梦断 已经觉得好凄凉的感觉 是这样吗 我是觉得生活就这样了 就是我记得亚历三大贝尔说过 这么一段话 就说一扇门关闭 一扇门敞开 但我们总是长久的去关注那扇 像我们关闭的门 而没有去注意到那扇 像我们敞开的门 我觉得有时候退一步海阔天空 从美国到加拿大来 可以说是我人生做的最重要的一个选择之一 但我现在依然都不后悔 对 我今天能够有机会在我们节目当中 跟你坐下来这样聊天 我也完全能够感觉到你的笑容 然后你的正能量 然后呢 虽然我没有真正的能够了解你曾经经历的每一步 但是今天我能有缘跟你坐在这儿 看到你这样的一个感觉 我觉得非常的真的非常棒 好 回到呢 刚才你提到我们说的这个金城的这部作品 当时获奖了 进入这个 而且是中国的小说排行榜的前25位 有没有一种很意料之外很惊喜的这个感觉呢 当然是很惊喜啊 也是觉得有些意外 但是有时候也很多事情也是意料之中的 因为我在2009年的时候 我的短篇小说 苏格兰短裙和三叶草就 进入过中国小说的排行榜 是短篇小说的排行榜 我想呢 就说多年来只要你坚持写作的话 总会得到读者 得到评论家的承认 所以有惊喜 但也有一种意料之中的感觉 因为你努力了 而且一直在坚持 你有没有算过从你开始写作到现在 就总共多少年了 那样说起来就更长了 其实我从1991年开始就开始发表作品了 但真正的就是说 持续的写作是我搬到加拿大之后 因为加拿大这样的一个移民生活的环境 非常适合写作 人可以有比较安静的这样一个心境 就是比美国那个感觉还更加有那个气氛在对不对 是 因为加拿大人比较平和 生活的节奏也比较慢一些 明白明白 比较适合写作 好 谢谢小文 那这一部分呢 我们暂时谈着这么多 稍后回来呢 我们再了解一下 曾晓文这位加拿大女作家的作品 继续回来我们第二部分的大城小聚 今天很开心 我可以和加拿大的华人女作家 曾晓文就一起聊聊聊聊聊聊她的其中的作品 特别是刚才已经提到过了 《金神》这一部作品就已经入围了2017年 中国小说排行榜的前25位 同时也都是中篇小说的前10位 那么小文 接下来呢 我们就聊一下你另外的一部作品 叫做《苏格兰短裙和三叶草》 当时我听到这个名字呢 我就觉得苏格兰短裙 我就想起了穿苏格兰短裙的男士们 然后《三叶草》呢 就是我看的那个偶像剧里面 那个很有代表性的一个爱情象征的一个东西 为什么会这样合起来呢 这个讲的是一个跨族裔的爱情故事 当时这个当当网在推荐我这个作品的时候 说是它是现代版的简爱 是在异国情爱路上的一段刻骨铭心的经历 他讲的是一个华裔的女子和一位白人水手的一段爱情故事 他们在一个安省的一个小城里相遇 但两个人都非常渴望接近对方 但最终呢 没有能够接近 在这个故事背后还有一宗凶杀案联络 所以是一个很复杂的故事 那最后两个人就生死两格 但是这位华人的女子 她还是觉得从她的这段爱情中得到精神的升华 她来帮助其他的有精神疾病的这样的其他的人 所以她成为一位心理的医生 她是这样的一个故事 我真的很想知道你这个故事的一个构想跟来源 跟那个故事你一听我就觉得那个感觉好像很复杂一样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当时也是也是一个听来的故事了 是一位水手他去世之后呢 从他们家里就找出了很多这个录像带呀什么的 他就说他总是沉沉于他过去的爱情 他不能自拔这样 就这样一个说有27个垃圾袋摆在他们家的门口 就这样一个图像就引发了我的灵感 所以就写了这样一个爱情的故事 其实我觉得就作为作家的话 会不会真的对面前所经历的看到的所有东西都会跟别人不一样 就特别感性呢 你觉得你自己写作的事 我想我们就是更敏感一些吧 更细腻一些 或者说在这个看到听到的故事 看到人或者心里受到感动 就是有一种冲动想把它记录下来 对我也我也有这样的一个感觉 我自己是一个特别感性的人 就你看到下雪了 你就觉得突然就下雪了好烦呢 但是我们看到下雪可能就会觉得我好浪漫 是这样子 那回头我们再说一下 这个也是你自己很满意的其中一部作品 应该是 原因在哪里 你写了那么多作品啊 是我想是这样 就是说海外华文文学中写跨族裔爱情的很多 但是我们在多年来 这个华人女子在这故事中的地位都是被动的 我们都是那种甚至有一点奴性的 或者是爱上一个白人男子 就是为了他们的银行账号 或者取得一个身份 其实在这个作品中是不一样的 这个华人女子雷 她是个独立的女性 她有她坚韧的一面 所以在我们在写作品的时候 我觉得不应该强调的就是这个物质上的弱势群体 我们还要就是要探索这个精神上的弱势群体 白人他们也有精神的脆弱的时候 其实白人也好 华人也好 我们对人性的渴望 对真情的渴望是一样的 所以在这个作品中 我就想突破这样的一种范例 就是说白人在流泪 在悲伤的时候也会流泪 华人女子她也会成为别人的精神的依靠 她也会走出误区也会变得坚强 所以我觉得在这一点上 是对这个对跨族裔爱情的这样一个突破 明白 那其中还有另外一个作品呢 你自己也相当是满意的 就是《悲灵魂回家》 我也是刚看到了这个书名的时候 我觉得有点heavy 就是《悲灵魂回家》 这也是不怎么样的作品呢 这个是一篇散文 他写的事实上是我和我父亲的悲伤深情的故事 他当时讲的是 在我父亲去世之后 我回家呢 就接受了我父亲给我的遗产是三千本书 那通过我父亲在文革期间的经历 和他对书的热爱和对文学的热爱 还有他这一生坎坷的经历 来回忆我和他之间因为文学 因为书的这样一种精神联系 对一个沟通是通过书本 而且你觉得你现在的这个文学的素养 会不会也遗传了爸爸的 就从父亲那儿耳濡目染 从小一直到现在 是应该是有了 所以我选择这个题目呢 就是说因为在传说中 巫师会带着死者的灵魂回家 和生者对话 那我爸爸给我留下这些书呢 就像这种成群结队的巫师一样 所以我通过这些书呢 可以和他展开不倦的灵魂对话 那从这里引发开去 那我们在海外这些写作者呢 就是背载着中华文化的灵魂 背载着中华文化的遗产 不停地行走在回家的路上 这样是我的一个写作的 一个主题之一 所以呢这个作品也叫 《悲灵魂回家》 一个深层的意义在里面 那另外呢我想说 这部作品其实也获得了 这个世界华人散文比赛的二等奖 而且呢一等奖是空缺 那么换句话来讲 你就是这个一等奖 一个非常高的荣誉 而且当时你也是作为了 这个作家的代表 去致辞发言了对吗 是 当时也是我是很荣幸 因为觉得我们每一位移民在海外 我们其实都是代表一个中华文化 我们传达的都是中华文化的信息 那能够代表海外作者讲话 我当时觉得真的很开心 就是也是觉得经过这么多年之后 我终于就是说背载了这么多文字的遗产 然后一直终于回家了这样的一种感觉 对那个感觉就真的是非常棒 而且呢从节目一开始我们已经聊过了 就是本来在中国已经有那么多的文学创作 然后呢作为一个海外的作家 也能够把自己的作品呢 回到中国 然后呢让大家接受喜欢认定 这个很很难我觉得 然后你做到了 那我发现呢你作品当中 其实很多都是跟这个移民故事背景有关的 这个也是为什么呢 因为我的创作的这个宗旨和其他人可能不太一样 我一直都是立足于移民生活 因为我就是想写我熟悉的生活 所以我的作品在海外的接受度还蛮高的 比如说在这个加拿大 我每年两到三次到多伦多大学去讲演 然后下个星期在约克大学 还有一个中国日我也想作为这个讲演嘉宾 去去去做点分享我的创作经历 还有去过西安大略大学 其他的大学 就是说因为移民在我的故事中 可以看到他自己的影子 他们我的人物的欢笑 我的人物的眼泪 他们都可以感同身受 他们都懂 不是是我们都能懂 我们也曾经经历过 寂寞过 哭过 是这样 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你欣赏一部文学作品 为什么有的时候有同感 你会落泪 你会认同 是因为你除了可能就跟那个书上的一些的情节 你会有深同感受以外呢 你得到了那个慰藉是很重要的 是 然后看完就好像看完医生一样 就好爽了 好舒服了 那倒就是看医生 但是我是想为移民代言 这是很重要的 尤其这一两年来呢 我觉得移民的状态并没有变好 而是变糟了 因为从一百多年来 这个移民都在争取这个合法的权益 争取平等 争取获得尊重 但是最近呢 我觉得在北美也好 或者是其他的国家 对移民的这个待遇反倒变得越来越不好了 所以我想在今天为移民代言 成为移民族群的这样一个梦想的守护者 虽然我只是一个很弱的人 我只有文字 但是我觉得在今天比任何时候都更重要 你知道吗 千万别说 刚才你说的这个是弱者 因为文字的力量可以流传百事 就真的这个是不一样的 而且今天你经历过了在美国的生活 又经历过了 就是都是曾经以移民的方式 也经历过了加拿大的生活 其实你真的是完全就是那个代言人了 你都经历过以后 然后又写出了那么多的作品 那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些的作品以外呢 其实今天你也带了好多部 你曾经已经出版了 而且都是在加拿大 后来零几年开始出版的作品 都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那回头呢 我也很想去慢慢的去了解一个 这方面的一个内容 另外呢 还要回头回到我们之前讲的 你现在是一个IT人 然后白天的时候你是另外一个身份 晚上的时候呢 又是另外一个身份 然后这样坚持下去的一个动力 是什么 这个我们回头也可以聊一下 那要不这个时候你也说一点点告诉我们 就是你这个动力的来源 其实能够坚持的是什么呢 我想就是对文学的热爱了 因为我常常开玩笑说 和文学的亲密关系 是我这一生中最长久的关系 没有任何一种关系可以比 因为我从十岁的开始就读长篇小说 就喜欢文学 然后上大学的时候呢 有十个志愿报的都是中文系 啊 是啊 我也是读中文系的 当然你也棒很多 文学才女你也是啊 然后那我想就是说 回顾这么多年来 在我生命经历最低谷的时候 都是文学 都是文学拯救了我 好 好谢谢小文 那么这一部分呢 我们就暂时谈到这里先 稍后回来 还有啊 我想了解一下他其他 所有的作品的内容 欢迎回来最后一部分的大乘小聚 跟着来呢 我们终于了解到了 曾宥曼的感觉 已经在出版这个作品 小文继续我们的聊天 好啊 刚才呢 也讲到了这个 《悲灵魂回家》这部作品啊 那它除了是这个 首届世界华人散文大赛的 二等奖以外呢 其实在中国的欢迎 受欢迎度是越来越高 我觉得他是因为他包含的这样一种深层的感情啊 受到很多读者的欢迎 喜爱 然后甚至江西干州还把他收入高考的阅读题 还有很多中学的网站把他作为这个辅导的教材 最近呢 就是去年被一位著名的翻译家翻译成英文 发表在加拿大的《米纸》杂志上 还被收入当年的这个优秀作品集 所以我想就是说 这样一包含深情的作品 就会得到读者的承认 你知道吗 你一讲到高考题 我就想 为什么我不持几年才出生 然后先认识你 然后读完你的作品再去高考 你也是成为了中文系的高材生啊 那这个是其中的一部作品啊 那今天呢 我知道你带了所有 你就是在来了加拿大以后 然后把他们出版了的作品 现在呢 在中国的一些 就那个网站上面都有的卖 你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吗 是 我是从2005年开始呢 一共出版了九部作品 三部长篇小说 三部中短篇小说集 还有三部散文集 那除此之外 我还和加拿大的作家 孙伯和写过 三十集的电视连续剧 甚至还写了一些英文的作品 所以这些年就说 呃 产量还算可以吧 做一个业余作者来说 产量还算可以 产量已经非常高了 然后你知道吗 在加拿大的时候 你能看到中文的书 那个感觉是特别的珍贵 是很亲切啊 对我今天特地送来一本 我的新作送给你 谢谢 诶 这本书叫 崇拜女人花 对不对 是 然后这本书 其实它讲的内容是什么呢 它讲的是一位华人女子 她因为不孕嘛 受到社会的各种 不公平的这样的一种待遇 她后来搬到加拿大之后呢 就加入了一个加拿大的 这样一个叫 崇拜女人花的女子俱乐部 这个俱乐部的人呢 都是不孕或者是选择不声誉的 明白 就是在和这些来自各个族裔的 这个女性的这样一种交流中呢 她获得了精神上的新生 也重新树立了自信 所以其实是一个这个重整旗鼓 再次出发的这样一个故事 明白 你待会儿可以帮我签个名吗 好啊 谢谢小文 就真的太珍贵了 因为呢在我的这个 真的是职业生涯当中 也是第一次呢 访问作家 所以我今天觉得非常的开心 还有跟非常的幸运 那说到呢 在节目之前也提过了 原来你的另外一个身份呢 是一位IT高层 而且呢 本来女性进入IT行业 已经很少了 你知道你在美国读的 也是IT的硕士 然后在加拿大呢 又是IT的高层 在这边做IT 也是女性高层的很少吧 是算凤毛麟角吧 我想大概百分之一都不到 因为作为第一代的新移民 可以做管理 这确实是每天要面临很多的挑战 对啊 就压力特别大 对不对 压力是很大 那然后你怎么平衡你做IT 然后又可以回到了一个文学当中去写作呢 我想我在承受压力的时候 我就是觉得哎 反正我回到家里 我还可以 还有文学的怀抱 还可以在文学中 来减轻我的压力 减压 对营造我自己的这样一个小小的世界吧 嗯 然后但是我就一直在想 那一个理科 一个文科 真的很少的朋友可以像你这样平衡的那么好 其实我想其实就是一种诚实的劳动 坚持诚实的劳动 然后对自己的智慧有自信 这样这其实很多人都可以做到的 我真的太羡慕你了 就左右脑啊发展的非常的平衡 然后呢我们回到说 你真的是女性当中的一个佼佼者 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代表 而且作为一个移民的第一代来讲 对不对 然后一直在北美这样生活下来 又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这个一片天地 那接下来的作品当中呢 你会不会说有一些方向是特别的 也是跟女性的话题有关的呢 是 我的下一个作品 我想就是要在一个更广阔的时空下来 在更多元化的这样一个文化的 这个背景下来探索女性的命运 因为就最近几年我想女性的地位 也是有所下降 因为整个的世界的这样一个普遍的气氛吧 我想对这个话题还有很多可以探讨的地方 我也希望通过我的写作 尤其这个女性在职场 在正场 在商场 或者在各个方面吧 她们所承受的压力 我想社会呢对女性施加的压力也是非常大 她们希望女性成为好员工 好母亲 对 好妻子 好多角色 是 所以这样这个话题是永远都有值得探讨的地方 还有就是一百年来女性在争取独立 争取自由 争取平等 同工同仇 同勾同仇 这个非常重要 因为前一段英国那个BBC的公司 就是因为女性的高管发现自己的薪水要低很多 就是要离开这个公司 我想就是说从这个方面来讲 这个女性独立和女性平等的这条路还是很漫长的 那你会有没有想过通过怎么样的一个方式能在您的这个作品当中能表现出来呢 因为我们讲的就是跟这个大环境有关呢 是 但通过作品的话 你有没有一个方向说怎么样可以在自己的作品当中能突出来 当然就是文学作品一定要避免概念化 一定要通过人物 通过人物的思想和人物和其他的人物之间的一个张力来表现 因为我们移民其实是生活在其他的就是这个异国 那在我的作品中虽然我一直说我关注移民生活 但我从来都不会忽略对主集国的其他主义的人物的描写 甚至他们的命运在我的作品中也占有很重要的这个份额 所以我想要探索女性的命运 就要探索不同主义的女性的命运 你知道吗 我现在跟你聊天的时候 那个感觉就越来越像我已经回到了大学当中 然后听着我的曾教授在为我们讲述这个文学写作 现在呢跟以前不一样 以前呢真的是用笔用纸你写下来 然后当你发表的时候你已经有好多手写的手稿了 那在您的这个写作的习惯当中啊 你还是建用电脑了吧 是用电脑对我是很很二十几年前就开始用电脑写作 就是好早了二十几年前已经 那然后现在的话会不会觉得这个对写作特别是文学写作会有一个很大的冲击呢 会有了因为网络写作就是我这些年对网络写作的了解不是很多 但是网络写作也是一军突起 很多网络作家在在市场上占有非常高的这个地位 他们发表的发表的作品也非常多 拍成影视的作品也非常多 但是我的写作更多的是一种纯文学的写作 怎么说呢 纯文学 对我想就说还是比较传统的现实主义的这样一种写作 我对于网络上一些零碎的写作 我觉得我已经超越了那个时代了 我更希望写一些经典的东西 有一些写一些永恒的主题 那这个你觉得现在网络上面的写作对传统的一个写作有多大的冲击呢 冲击当然会很大了 但是我想就是总会有一小部分人会坚守这样的这样一个阵地吧 因为你要去欧洲旅游啊什么的 你看很多人还是看这个纸质的书 他们不是在看电脑或看手机 我每次其实特别是坐飞机的时候 我一定要是拿着一本书 然后那个感觉就是特别的棒 而且呢我的想法有点肤浅呢 因为当别人呢在飞机上看到一个女生在看书的时候 你不觉得那个气质就不一样吗 是啊你是文艺女青年的气质吗 不是我是假的你是真的 说到呢在最后呢这个现实生活当中呢 你除了IT啊然后写作啊 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例如你自己在组织的一些会啊 这样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我是经常会参加一些国内的世界华文文学的研讨会啊 或者一些和当地读者大学啊交流的这样一些活动 你好像去了广州好多次 是我去了广州五次花城啊 给我留下很好的印象啊 见到你这个广州妹今天很开心啊 谢谢 那为什么每一次都是在广州的有这些活动啊 或者是颁奖礼呢 因为广州是世界华文文学的中心嘛 所以在济南大学它有一个世界华文文学的研究基地 每次这个世界华文文学大会都会邀请三四百位海外作家 我们从五大洲四大洋很多人对很多人要飞行二十几个小时才到达广州 对就是每次见面大家都是很开心啊 有共同的话可以有共同的话题 因为因为我觉得我们拥有这样一个共同的文化 的确是不要即使从来不认识见面都会觉得很亲切 因为其实文学啊就像音乐一样即使你语言不通的话 但是你你是一座桥对不对 可以翻译成不一样的不同的语言 让大家去沟通 我觉得是这个真的非常棒 今天呢非常的开心 我也真的非常的荣幸能够访问到你 那我希望呢 接下来呢你会有更加多的这个文学作品啊 就是能够发表 让我们这边也好啊 在中国的朋友也好啊 更喜欢你的作品 谢谢小文 谢谢 今天呢非常之开心啊 我自己也都觉得是非常之荣幸啊 可以访问到呢 加拿大的华人女作家曾晓文 我们下一次的节目再见啦 snippet的资格万ги 很快乐 有什么感动尔满的